大家好 今天是6月18日 欢迎收看新洲日报沙巴新闻 一杯英斗咖啡您最佳的选择 首先 一起来看看今天头条 首相安华宣布 政府播出1亿令吉 为每颗鸡蛋津贴10鲜 即日起国内所有A、B及C级鸡蛋全面降价3鲜 A、B和C级鸡蛋的零售价分别为每个42鲜 40鲜和38鲜 他说最新数据显示鸡蛋生产成本 尤其是鸡饲料等成本都有所下降 为了把节省下来的津贴还给人民受贿 政府决定全面调降鸡蛋的零售价 政府为每颗鸡蛋提供10鲜的食品补贴 涉及费用为1亿令吉 2023年的鸡蛋津贴为9.27亿令吉 安华说至于沙巴、沙拉月和纳敏的鸡蛋零售价 也将根据划定的区域进行调整 另一则新闻 沙巴卫生局数据显示 丹南县近日爆发急性肠胃严格案 6月首两周期间多达191人 154人在门诊接受治疗 令37人入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卫生局总监拿督阿西沙纳医生发文告 有关当局已采集环境样本 已查明事件原因 不过真正原因仍在调查中 沙巴水务局也已采取行动 监测丹南区水质的氯化情况 阿西指出 轮状病毒感染是儿童常见的肠道感染 感染症状是腹泻、呕吐和发烧 可能导致体内缺水或脱水 如果不立即就医可能会致命 他表示 轮状病毒可通过受污染的水或食物 以及从粪便到个体口腔 粪口的直接接触传播 他也可通过手 玩具或受污染的表面 接触口腔而传播 最后一则新闻 大马华总会长吴天全建议政府研究 并考虑围倒 中国获得我国政府承认的 大专院校深造的学生 提供类似国家高等教育基金 举一代学金的融资便利计划或安排 他指出到中国留学的我国学生 尽管不比来马的中国学生多 但近年来不断增加 从20年前的千余人增加到目前的超过1万人 他说可以预见将来马中 双方的留学生还会持续增加 而且也会越来越普及化 因此在这个大趋势下 他希望政府除了鼓励 也能够在政策上给予协助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